世界一对一篮球斗牛赛 连续四年都在美国旧金山恶魔岛举办 今天晚上首度在台湾绿岛进行全球决赛 应邀来台担任活动大使的NBA球星Harrison Barnes 昨天晚间在台东的灌篮大赛担任评审 也忍不住寄仰 下场来个倒扣灌篮 单赛选手一个飞升灌篮 迎着现场观众一阵尖叫 再来一个飞跃人的大灌篮 热血指数破表 嗨翻全场 首次应邀来台的活动大使 NBA球星Harrison Barnes也忍不住寄仰 下场来个倒扣灌篮 Harrison Barnes也透露一整天下来 与选什么一起练球 他已经观察到几位球员 相当看好他们的表现 Waking of the Rock 一对一动牛赛热身的灌篮大赛 这一次有来自26个国家的选手 地主队台湾则是有三位选手参赛 第一场最少第一场要拿下 然后因为我已经大概想好我的策略 所以对第一场我有信心 世界最强的一对一篮球激战 首次从美国仪式海外举办 面对人高马大的外国选手 期待台湾的选手都有不错表现 新闻人亚特电视黄庭峰 台湾台北整理报道